除了美国,西欧国家西班牙则因为新政府难产而在短短一年内再度举办国会选举 全球蝉联的执政右翼人民党党魁拉获一星期四启动竞选机制 主打签名牌争取选民的委托 而来势汹汹的第二大党左翼工人社会党领导人桑切斯 则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帜,极力游说选民以抗衡对手的攻势 尽管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激烈相争 但西班牙最新民调显示 当下民意依然偏向西班牙第三大党 也就是极左翼反准节的我们能新政党 各界普遍相信传统政党到时候极可能必须和第三势力合作才能够联组政府 西班牙这次的政治洗牌行动涉及全国52个选区 大约350名众议员和208名参议员 在半年前的大选 全国最大党人民党赢得123个议席 无法单独组成政府 而工人社会党也只获得90席 第三势力我们能政党则拿下69席 对一个才成立两年的新政党而言 这份成绩十分亮眼